第五章 迎见家园 第二天 林肯岛的人们把猿猴们的尸体运到树林里埋了起来 然后就忙着收拾屋子 纳布燃起炉火 食品势力储藏丰富 大家饱餐了一顿 他们给了杰普许多松子和快径 他吃得津津有味 帕克洛夫给他的前肢松了绑 可是后肢还绑着 打算等他听话了再松开 吃完饭 史密斯和伙伴们开始讨论新的计划 现在 最迫切的是穿衣问题 首先 需要在慈悲河上建一座桥 从荒岛南岸把气球运回来 这样才有布料 其次是造一个围栏 准备训养炎养和别的毛用动物 这些动物可以供给兽毛 纳布还提议 应该在湖岸再建一个养情厂 拿定主意后 他们开始行动了 他们扛着锯子 斧头和锤子来到慈悲河口 他们砍伐选好的树木 做成横梁 拖架和后半 这项工程相当简矩 经过三个星期的艰苦劳动 才完成了慈悲河上的桥梁工程 这座桥 在慈悲河右岸的一端是固定的 可是 在左岸的一端却是活动的 就像运河的吊桥一样 可以用均衡锤吊起来 至于运气球的问题 大家商量后认为 气球港离得太远 用大车来回来要花费很长时间 而气球藏在石洞中不会损坏 不如暂时先不运气球 等忙完了眺望港的工作再说 于是 他们又开始整理麦田 麦田里唯一的一颗麦子 已经接了十个麦穗 每个麦穗有八十颗麦粒 六个月后 他们得到了八百颗麦粒 这八百颗麦粒流出五十颗以防万一 其余的七百五十颗麦粒都种进了麦田 他们把家禽场选在格兰特湖的东南岸 用栅栏围起一片土地 在里面搭建了许多窝棚 他们放养了很多鸩 鸭子 野鸽子 糖鹅 鱼狗 这些禽类不久就住属了 而且大量繁殖 史密斯又提出一个方案 为了免受野兽和猴子的侵扰 必须把整个眺望港用水围起来 这样 花岗石宫 石窟 家禽场和麦田 都能受到保护 实施这个计划很容易 因为这块高地的三面已经有水围住了 只剩下西边可以通行 只要挖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渠 把湖水引进来就可以了 这样 工程师说 眺望港周围都是水 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岛屿了 要想从岛上的其他领土进入 就只能通过桥 大家明白了他的计划 一致赞成 11月21日 史密斯和伙伴们开始修建运河 消化甘油这次又起了大作用 不到两个星期 他们就在高地西边 开了一条12英尺宽 6英尺深的沟渠 从湖里引出水来 形成一条小河 他们把这条河叫甘油河 这样 在眺望港周围 就有一圈流水环绕 再也不怕盗贼的侵袭了 这期间 杰普恢复了自由 他和主人变得很亲近 经过训练 他学会了拉木料 还能把甘油河里的石头 乘车地运走了 终于到了该运气球的时候了 虽然他们有一辆车 可是气球太重 单靠人力拉车很困难 要是有一头拉车的牲口 问题就能轻松解决 12月23日 纳布和托普突然在外面大叫起来 他们赶快从石库里跑了出来 原来 是两只训良的野驴 从桥上冒冒失失地 闯到高地上来了 水手悄悄地爬到甘油河的桥上 把桥板拉起来 于是 两只野驴就成了俘虏 工程师立刻在家禽场旁边 修了一个牲口棚 在里面预备下饲料 把野驴关了进去 野驴刚开始乱蹦乱跳 可没几天就安稳下来 纳布用植物纤维做了一套玩具 他们不仅坐好了大车 而且还在远西森林中开辟了一条道路 这样 大车可以驶到气球港 12月底的一天 他们坐上旅车沿着道路 平安地到达了气球港 很快把气球的气囊和绳索运了回来 1866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 他们赶制了他们需要的衣服 缝衣服的针是箱子里的 线是气球上拆下来的 他们用自制的小苏打和夹剪 洗净气囊的布料晾干后就节外如新了 他们缝制了几大衬衫和袜套 他们还做了一批海豹皮靴 靴子宽大一点也不计较 年初的天气很热 但他们仍然经常打猎 为了节省弹药 史密斯用铁粒代替铅蛋 用火棉代替火药 而制造火棉的原料 主要是植物纤维和发烟硝酸 史密斯在硫酸中加入些硝石制成硝酸 再往硝酸里掺入三到五倍的浓硝酸 就制成了发烟硝酸 植物纤维和消失在岛上多的是 史密斯制造硝酸也很容易 于是猎人们很快拥有了大量的弹药 由于使用得当 效果也很好 他们在高地上开垦了三英亩的土地 又从啄木鸟林挖回大量的野菜 菠菜 水芹 萝卜和无精 这些菜蔬经过小心栽培 很快就生长起来 此外 他们照常从养兔场掠取肉类 从隔离场得到新鲜的隔离 在格兰特湖和慈碑河上 偶尔还能钓到美味的尊鱼 纳布厨艺高超 经常更换菜谱 因此 他们的饮食大为丰富 还有一件幸运的是 一千多条鲑鱼进入慈碑河 原来 这正是慈鱼产卵的季节 他们吸引着成群的雄鱼 游入淡水 居民们做了个水闸 把他们拦在河里 最后 捉了一百多条都淹了起来 以备冬天使用 聪明的杰布经过纳布的训练 有了很大进步 他的日常工作是搬柴和上述 没事的时候就待在厨房里 模仿纳布的一举一动 有一天 杰布胳膊上搭着餐巾 出人意料的出来伺候大家吃饭了 他手脚麻利 专心致志 端饭 倒水 一切都做得重归重举 逗得大家放声大笑 杰布经常跟随主人到森林里干活 他会像扛枪似的扛着棍子走路 会爬上树帮主人摘果子 帮主人推车子 总之 杰布已经是个合格的奴仆了 一月底 他们决定修处篮 他们在富兰克林山的南面 选了一块草地 修了一道高高的栅栏围住草地 栅栏的迎面流出一个出口 按了两扇大门 处篮算是完工了 二月七日 一个晴朗的夏天 小队全体出动 他们在森林里包围了一群炎羊和山羊 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 把他们往出栏里赶 最后 由三十只炎羊和十只野山羊 被逼进了出栏 这些炎羊大多是母羊 其中有几只快要生小羊羔了 不久 羊群在出栏里安静地生活下来 并且数量还不断增多 二月份他们照例做些日常工作 他们小心地培育着从森林里移植来的植物 现在菜园里物产丰富 菜企里种着蜗具 马铃薯 酸膜 无精 萝卜和其他十字花科的植物 高地上的土壤肥沃 他们对丰收充满了希望 他们的饮料品种也很多 除了薄荷茶和用麒麟树根提炼的酒以外 史密斯又发明了一种啤酒 这种啤酒是用真葱的内芽发酵制成的 味道很好 英美人叫它泉水啤酒 也就是松啤酒 夏天里 家庆厂里添了一对美丽的宝 一打扩嘴鸭 还有一些美丽的公鸡 因为这些居民聪明勇敢 勤劳能干 一切都很顺利 三月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 天气变得非常热 三月二日 电闪雷鸣 一场暴风雨来了 风雨中夹杂着冰雹 向花岗石宫打来 坏天气持续了一个星期 他们趁着天气不好 就待在花岗石宫里布置屋子 工程师造了一台车床 悬了几件洗漱用品 又造了一个枪架 用来摆放火器 此外 大家又一起坐了几张桌子 几个碗柜 这样一来 房间里的家具一应俱全 他们把小杰普 安置在挨着仓库的房间里 里面有一个小床 上面铺满干草 非常舒适 杰普表现很好 他给大家洗衣服 烤肉 扫地 剪柴 尽职尽责 因为岛上环境卫生 居住条件也大大改善 大家都非常健康 赫伯特长高了两英寸 更像个大人了 他一有空就学习 他阅读箱子里的书 从日常生活中获得实际知识 又向工程师学科学 向记者学语言 这些老师也都乐意教他 三月九日 暴风雨停了 可天空总是阴雨密布 这时候 母驴生了一头小母驴 小驴发育得很快 出栏里的炎阳也多了起来 有几只小羊羔 经常眠眠地叫 纳布和赫伯特听到羊羔的叫声 心里非常高兴 他们还成功地驯化了几只野猪 在家禽场附近 新建了一个猪圈 不久 里面就多了几只猪仔 在纳布的饲养下 小猪越吃越胖 为了使大家上下花岗时空的时候 不费力 史密斯决定制造一个水压升降梯 来代替花岗时空的梯子 他把供应内部用水的通道扩大 使通道的底部激出一股瀑布 通道里漫出的水就从地下井排走了 工程师在瀑布下方 安装了一个带有螺旋桨的圆桶 门外面有一个轮盘 上面缠上结实的绳索 绳索挂着一个吊栏 另一头就接在螺旋桨上 他们用一根拖到地面的长绳调节动力 这样就可以坐在吊栏里 一直升到花岗时空的门口了 使用升降梯后 大家非常满意 从此所有的重东西 像木料 煤炭 粮食 连他们自己都在这个装置里上下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史密斯打算制造玻璃 他把陈旧的陶土炉子 改造成了一个玻璃制造器 制造原料很简单 包括沙粒 百厄和碳酸钠或硫酸钠 这些在海岛上都很常见 3月28日 他们制成了第一块玻璃 不久 花岗时空的窗洞就变成了玻璃窗 至于玻璃瓶子和杯子也就容易做了 有一天 史密斯和赫伯特到圆溪森林里打猎 赫伯特意外地发现了一颗凤尾松 他的树干里有一种面粉 只要一压榨 就能得到一种真正的上好面粉 而且富有营养 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凤尾松枝 带回花岗事工 工程师做了一台压榨机 经过加工产生了大量面粉 那不用他做成了面包和点心 味道和真正的面包非常接近 初篮的一切都欣欣向荣 里面的羊群每天也能供应奶品了 他们常常驾着一辆轻便的旅车到处栏去 杰普还跟潘克洛夫学会了赶车 他们习惯了林肯岛的生活 而且也喜欢上了这个荒岛 但是 他们想念祖国的心情丝毫没变 如果有船靠近荒岛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发信号 乘船离开荒岛 有一天 他们对小岛的位置又进行了一次测算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4月2日 工程师利用箱子里的六分仪进行观测 计算出海岛的精度和纬度 赫波特拿来地图 工程师手里拿着指南针 确定他们所在的位置 突然 史密斯大声喊道 在太平洋的这一带 早已经有了一个岛了 它就在林肯岛西面两度半 南面两度的地方 是什么岛呢 赫波特问道 达波岛 太平洋里的一个荒岛 那么我们去看看吧 潘克洛夫说 史密斯先生 我们造一只有甲板的船 我来掌舵 大家也不知道到了达波岛有什么用 但还是决定造一只大船 在十月天气晴朗的时候就可以启程了 经过比较 他们选择用葱树作为造船的木料 因为它砍伐容易 防水功能好 距离晴朗的季节还有半年时间 只抽出史密斯和潘克洛夫两个人造船就足够了 史佩莱和赫波特继续打猎 纳布和助手小杰普仍然干家务活 一个星期以后 工程师和水手在石窟和峭壁之间布置了一个造船所 史密斯有丰富的造船知识 而潘克洛夫在造船所里工作过好几年 有造船的实际经验 他们两个合作 造船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 潘克洛夫造船心切 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工作 只有一件事情是他离开过造船所一天 那就是4月15日的卖收 这次收成如期货的丰收 共收获了5普什尔麦子 按每普什尔13万粒计算 他们一共就有65万粒麦粒 他们扩大了麦田 把这次收获的种子都种了下去 完工以后 潘克洛夫又继续扫船去了 在这段日子 史佩莱和赫波特经常深入到远溪森林中打猎 在4月份 他们打到了几只很大的食草动物 考拉 4月30日 两个猎人在森林里发现了几株植物 静干又圆又直 开着葡萄式的花团 种子很小 散发着香气 史佩莱问赫波特是什么草 史佩莱先生 赫波特说 潘克洛夫得到它将永远对你感激不尽 是烟草吗 没错 虽然不是最好的 但它确实是烟草 两人商量暂时不告诉 潘克洛夫 等把烟液治好了 再给他一个惊喜 记者和少年采集了大量烟液 然后回到了花岗施工 他们没有隐瞒史密斯和纳布 而水手一点也没有察觉 要把新鲜的烟液备制成干烟末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5月1日那天 一只鲸鱼游进了联合湾 这是一只南方的鲸鱼 它在水中滑出一道道急流 不时会喷出一股很高的水柱 它们虽然想补助这个庞然大物 但却难以接近 5月3日 纳布在厨房做饭时 惊奇地发现鲸鱼在海滩上搁浅了 它们赶快出了花岗施工 沿着海滨跑到这个大家伙附近 这只南方鲸长达80英尺 重量至少有15万磅 它躺在沙滩上一动也不动 原来 它的左肋插着一把鱼叉 早已经死了 难道这一带有捕鲸船吗 史佩莱开口问道 史佩莱先生 这很难说 潘克洛夫回答道 鲸鱼可以带着鱼叉游上万英里 它甚至可能是在大西洋的北部被击中 而且死在太平洋南部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这是一只母鲸 它们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鲸奶 潘克洛夫过去曾在捕鲸船上工作过 他教大家怎么切鲸肉 鲸鱼太大 它们足足切了三天 它们还熬出了上万磅鲸鱼油 保证了长期的硬汁和干油供应 工作完毕后 它们又开始忙各自的工作了 造船工程继续进行 到了月底 铺板工作已经完成一半 看得出来 他外形美观非常适合航行 5月31日那天吃完饭 潘克洛夫正准备离开饭桌 突然有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原来是史佩莱 他说 等一等潘克洛夫 餐后不再来点什么消遣品吗 喝杯咖啡吧朋友 谢谢你史佩莱先生 水手答道 我还要工作 什么也不要了 那么抽一袋烟怎么样 潘克洛夫跳了起来 当他看见记者把一只装好的烟斗递给他 赫伯特给他送上一块火炭的时候 他激动的脸都白了 水手一个字也说不出 他夺过烟斗 闲在嘴里 点上火 猛抽了五六口 只听见他在烟雾中兴奋地嚷道 烟真的是烟 是的 潘克洛夫 史密斯说 是很好的烟 太好了 朋友们 总有一天我要报答你们的 水手说 六月 岛上的冬天又来临了 当前的大事就是准备暖和结实的过冬衣服 出篮里沿洋的毛已经剪下来了 现在需要把它们织成毛料 史密斯手头没有任何纺织机器 于是打算把羊毛压制成毛毡 羊毛压得越紧就越能保暖 工程师在伙伴们的帮助下 先把羊毛里的瘦脂清洗干净 挤干以后就可以压榨了 他们把羊毛放在凹槽中间 用沉重的木锤不断地垂击 就得到后粘了 他们称它做林肯粘 他们用这些粘子做成温暖的衣服和被子 可以毫无顾虑地迎接冬天了 这个月 史培莱尝试着想和外界取得联系 他想过很多办法 比如把信装在瓶子里 然后扔进海里 或者利用鸽子带信等等 可是 林肯岛和大陆相隔1200英里 指望信鸽或是瓶子远渡重扬 简直是开玩笑 6月30日 赫伯特用枪打下了一只信天翁 他的腿受了点轻伤 这只鸟两次展开长达10英尺 他连太平洋也能飞过去 赫伯特很想把这只漂亮的飞鸟养起来 可是 史培莱劝他说 应该用这个使者和大陆取得联系 假如这只信天翁来自有人居住的地方 那么 把他放飞以后 他一定能够飞回原地 史培莱写了一篇简单的报道 放在一个密封的口袋里 口袋上写了几句话 请求捡到他的人 把他寄给纽约先驱报 他知道信天翁经常在海面休息 所以 没有把口袋系在他的脚上 而是系在脖子上 然后 他们把飞行使者放到天空去了 看着他朝着遥远的西方飞去 大家心里都很激动 祝你一路顺风 水手大声喊道 其实 他对鸟儿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冬天里 他们又在花岗十公里工作了 有的缝衣服 有的做家具 有的就用气囊上的材料 制造船帆 七月的天气非常寒冷 史密斯又在餐厅里装了一个壁炉 他们就在那里一面工作 一面聊天 空闲的时候就朗读 大家都授予匪浅 晚饭后 屋子里烛光明亮 炉火温暖 他们喝着热乎乎的接骨木咖啡 闻着烟斗散发的香气 听着外面狂风怒嚎 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他们常常谈到祖国和朋友 史密斯见闻最广 他谈起很多往事 个人的见解 和对未来的看法 伙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晚上 他们的谈话 突然被托普的怪叫声打断 托普一边叫 一边绕着石洞尽头的井口 来回奔跑 星星解谱也和狗一样 表现得有些暴躁和愤怒 很明显 石佩莱说 这口井直通大海 也许海里的动物会经常到井底来呼吸 不错 肯定是这个原因 潘克洛夫对狗喊 别叫托普 结果 回到房间里去 星星和狗都安静下来了 但是当晚 托普隔一会儿就要咆哮几声 八月初 天气更加严寒起来 气温降到了零下22摄氏度 八月五日 他们打算到老福找打猎 因为大家看到那里有无数的眼牙和愈 眼睛都红了 只有史密斯说有工作要做 一个人留在家里 打猎的人出发后 工程师把吊桥拉起来就回家了 他打算仔细查看井口的内部 弄清楚为什么托普总是绕着井口跑来跑去 还发出奇怪的叫声 工程师把梯子拿到井口 把绳梯的一端牢牢固定住 另一端一直放进井里 然后 他点了一盏灯 拿了一把左轮手枪 腰上插了一把弯刀 就开始下井了 井里空荡荡的 周围有很多尖石 工程师借着灯光 仔细地查看这些尖石 然而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他又往下走了几档 举着灯 四下里探照 他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 最后 工程师到达了水面 水面十分平静 史密斯用刀柄 在石壁上敲了敲 墙上发出尖石的声音 这是坚固的花岗岩 没有一种生物能够在里面打动 只有水里的动物 才可能从大海游到井底 然后爬到井口 史密斯查看完后就上来了 他一边往房间走 一边自言自语 真是奇怪 什么也没有 可是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 傍晚 打猎的人们满载而归 第二天 工程师已经把头一天的经过 告诉了史佩莱 记者同意史密斯的看法 又过了一个星期 潘克洛夫的船翻完工了 他用气囊和绳网 做成了升降锁 护围锁 翻脚锁等等 寒冷的冬季 似乎可以平安地结束了 但在8月11日的夜间 跳望港遭到了意外的袭击 8月12日清晨4点钟 托普的叫声把他们惊醒了 这一次 狗是在门口大叫 不停地用钱爪挠门 杰普也在尖叫 大家急忙穿上衣服 冲到窗口 打开窗子 下面一片冰雪 朦朦胧胧胧 什么也看不见 远处传来一种奇怪的叫声 显然 有一群野兽正奔袭而来 这时候 他们才想起前一天 忘了把吊桥拉起来 他们是从桥上过来的 过了一会儿 野兽们靠得近了 叫声更响亮 是狐狸 赫伯特叫道 准备武器 追手大喊 大家各自拿起斧头 马枪和左轮手枪 跳进升降梯 很快就到了岸边 这一群饥饿的狐狸 非常可怕 但当居民们冲上前 向着狐群射出一排子弹后 对方被吓住了 他们主要是想拦住 这群强盗 不让他们到麦田 和家禽场去 否则会造成 无法弥补的损失 天色昏暗 大家只有借着 左轮手枪的火光 才能看见狐狸 至少有一百多只 由于后面的狐狸 不断地往前涌 前面的狐狸 开始凶猛地乱窜 托普张开血盆大口 站在人们的前面 杰普挥动一根大棍子 跟在托普的后面 不久 他们只好和狐狸肉搏了 他们都受了几处轻伤 一只狐狸 扑在纳布的后背上 赫伯特一枪 把他打死 把纳布救了出来 托普愤怒地 咬住狐狸的脖子 一会儿就咬死一只 杰普勇猛地挥舞着棍子 同时和五六只大狐狸作战 不时发出一种尖叫声 他们经过两个钟头的激战 终于获得了胜利 他们打死了五十多只狐狸 天刚破晓 狐狸们越过桥头 向森林里窜去 大家突然发现杰普不见了 人人提心吊胆 到处找他 最后 在死狐狸堆中找到了杰普 可怜的杰普手里还握着棍子 但胸前受了重伤 纳布背着杰普 把他带回了花岗石宫 让他躺在一张垫子上 杰普由于流血过多 身体非常虚弱 不久就发起高烧来 纳布从草药箱里 取了几种草药 泡成饮料 给杰普喂了几杯 托普也捏手捏脚地 来探望他的朋友 非常关怀地舔着他的手 过了好几天 杰普逐渐康复 没有生命危险了 8月21日 小杰普伤势已经欲全 胃口特别好 8月25日 大家忽然听见纳布喊他们 他们听见喊叫 就跑了过去 原来 小杰普正坐在锅道里 像顽皮的孩子似的 插着两腿 在那里静静地抽着烟 他闲着水手的烟斗 喷着烟 好像感到非常高兴 从此 水手就把自己原来的烟斗 送给了小杰普 杰普自己装烟 自己点烟 没有猿猴比他更逍遥自在的了 9月 冬天快要过去了 大家又开始忙着各自的工作 造船工作进展迅速 10月初 新船制造成功 他们准备下水试航 潘克洛夫喜气洋洋 他们用滚轮把船推到水边 潮水一涨 船就浮起来了 大家一片欢呼 潘克洛夫叫得特别起劲 他这时真是得意忘形 在大家一致推崇下 他光荣地接受了船长的称号 经过商讨 大家都赞成用乘风破浪 给这次船命名 他们升起船帆 围顶飘扬着林肯岛的旗号 乘风破浪号 由潘克洛夫驾驶着 开始绕着海岛航行 一切都非常顺利 史密斯先生 潘克洛夫问道 你觉得我驾着船 可以航行到很远的地方去吗 到哪去潘克洛夫 达波岛 朋友史密斯回答 如果遇到紧急事故 我们不妨坐乘风破浪号 离开海岛 可是 现在去达波岛 实在太冒险了 水手说 达波岛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应该去拜访一次 只要有一个人陪我去 就足够了 可是工程师 还是不答应 乘风破浪号 离岸航行一会儿以后 又向着气球港驶去 他们要查看一下 海峡的情况 如果有必要 害得不止浮标 因为小溪将来要成为 停泊船只的港口 他们离岸不到半英里 迎着海峰前进 由于风被岸上的高地挡住了 乘风破浪号 前进得非常缓慢 赫伯特一直站在船头上 指示航行的方向 突然 他大声喊道 向右行驶 潘克洛夫 向右 在水上扶着一件东西 赫伯特一面说 一面弯下身子 把手伸到水里 捞出了一件东西 叫道一只瓶子 史密斯把瓶子接过来 拔开瓶塞 从里面拿出一张 被浸湿了的纸条 上面写着 遇难人 打波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